太极拳中T2起如何去做 T2起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 跳跃 跳不高 第二个 拍脚 拍不到 第三个 落地 不清零 首先第一个问题 跳跃为何跳不高 我们把步伐领过来 重心为下沉 一 先提右膝让右脚上起 左脚为蹬地 让右脚脚后跟落地 通过左脚的蹬 让右脚踏实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右脚踏实之后 整个力是呈现着一个松和合的力 因为接下来的跳跃 你要用到右脚的蹬地 所以右脚不能够往前踏的时候 蹬直了 让它沉起 在跳跃的过程中 提左膝 我们的左膝盖会有一个直提 上领的力 让力点整体向上带 在左膝盖上起时 我们的右脚会伴随左膝的提 左膝提 右脚 蹬 让这个提系和蹬脚 两种往上的力同时向上带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体啊 也会起到一个往上顶 摆会上领 往上蹿的力 让这三个力量配合起来 整体的力感你才能感受到 跳得更高 第二个问题如何拍到脚 我们跳跃在空中之后 我们常常的很多人说拍不到脚 我们能否拍到脚在空中 我们是要做到一个什么变化呢 跨步的变化 咱们在拍脚的过程中 我们的跨一旦处于放跨 就这一块 如果大家一拍脚是开的 是往前探的 我们是拍不到脚的 这一块呢 我们要先锻炼一个提膝上起 提膝的过程中 我们的胯都是收胯的状态 保持住提膝的感觉 我们右脚上领膝盖 微领 胯 松胯 松胯 去拍脚 让胯保持住松的状态 第三个利点 在拍完脚之后 如何更清零的落地 这个落地呢 想要清零 你就要学会泄力 从上方我们跳下来 这种往下砸的力 我们就要学会泄 我们在落地时呢 首先第一点 不要整个脚去落地 整个脚去落地去下砸 这个力泄不了 我们在落的过程中是要求 前脚掌先落 然后呢 脚后跟整个脚落地 整个脚落完地之后呢 其次就是 屈膝松胯 再次的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力 往下沉往下卸 把我们跳跃落地的冲击力 一点一点的 卸下来 我们落地才能更清零 这三个力点配合 起脚 登 拍